讲到你的这个资产 因为现在这个年轻人在台湾 这个薪资部长也非常的痛苦 你当时怎么创业来了 我们过去也帮你 也做了一个关于你创业的代字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好不好 回台创业那一年 他才31岁 刚结束在美国的第一段婚姻 一个人白手起家 就为了养小孩 选择保养品是因为 那时候在美国接触到好多朋友 他们出国都是说 带我去买保养品 所以我想说 这个东西是 不管是大人小孩 男人女人都要用的东西 所以我想说 我就从这个行业开始介入 从美国引进纯植物性的 美容媒体产品 意外获得消费者青睐 但没多久他就发现 原装进口的保养品 不适合台湾人的肤质 我针对他们的需求 我就不断地跟美国的原厂的公司 去讨论 那怎么样去改良成 他们最 就是说最适合东方人 负质的这个保养品 现在看起来很平常的美妆店 在二十多年前 郭新正可是在业界引领风潮 为了吸引顾客不断来消费 学设计的他 还将店面打造得 跟像便利商店一样 从头到脚的保养品 一应俱全 他更开放加盟 亲自站到第一线 辅导台湾女性朋友创业 因为保养品对女性来讲 其实最贴切 就好像我们每天要呼吸 要喝水一样 不可缺少 而且每一个女人 自己也都用得到 所以变成说 她在进一个 她非常熟悉的东西 那她又喜欢东西 她自然就不会觉得 那是一种痛苦 或是一个工作 我事实上到04年的时候 大概短短的十年 台湾就已经开了将近100家店 然后那时候大陆 香港 马来西亚 事实上都开了店 过人的胆势和努力 郭新正很快成为 台湾商界女强人 即使曾经两度因为 违反化妆品打造移送 被罚三万元 但她越挫越勇 还打算朝上市目标迈进 我后来是因为我父亲 父亲当时已经89岁 他因为老人痴呆 再加上中风 他住院开刀 那医生告诉我 只剩六个月的寿命 是为了父亲 我就放下一切 陪父亲 为了照顾爸爸 郭新正解散 自己亲手创立的公司 买下这间 位于信誉区大楼的豪宅 这里也是她跟李欣的爱潮 你是很早就把保养品 领领进来 但是对于现在年轻人来讲 在台湾生活创业 不是那么容易耶 对 你要不要把你的 帖帖交给大家一下 其实我当年是拼命三娘 我一天工作18个小时 少年 我连过年都没有休息 你身体没搞坏 事实上是有搞的 但是因为那个太嗨了 我十年开了将包括 大陆 香港 新加坡 还有马来西亚 台湾总共开了将近200家店 我光台湾就85家店 所以我每天那个脑内码肺 已经让我嗨到 我都不吃饭不睡觉 OK 这身体真的会搞坏 当然那个时机有那个时机 因为我等于是那时候最前卫 我走环保 职务性 那而且是就是说 价位是属于一般就是 上班族可以消费的价位 而且是开价式的 我觉得我算是引进了一个新的风潮 所以我很多年轻人这些年 一直问我说 郭姐 你们教我怎么赚钱 怎么赚钱 我说其实说实在 每一个世代有他的赚钱 不一样的方式 我们那个年代 我们连LINE都没有 也没有微信 我告诉你 我没有打长度电话 还要用那个什么Skype 但是我知道你当时很年轻 年轻的时候把赚来的钱 你就也没有花掉 对不对 就把他放到买房子吗 不是 我是因为我父亲 本来我的公司是要上市 很多人已经在跟我谈 结果父亲因为生病 没有人照顾他 那妈妈先走 我就觉得很遗憾 所以我就毅然而然 放下所有的失业 我觉得钱可以再赚 因为我那个时候已经等于说 自己有一些算是积蓄了 所以我就把钱全部转 丢到房地产市场 那一百这么多年来也是 对 然后我买了就都没卖 所以为什么他们扣押 那些房地产上面 甚至有上千万的年租金 他都可以用小小的 两千万去扣 你就知道那个比例原则是不对的 这个完全是非常荒谬非常离谱 在司法上我觉得是要检讨的地方 OK 好 不过法官还是还你清白 对 终究我觉得我还是觉得 要谢谢法官 因为还了我清白 可是我也耗掉了我八年青春岁月 跟无数的金钱 还有财产 对 还有时间 我觉得时间是最无价的 所以我觉得如果年轻人现在创业 我觉得现在有年轻人机会 你看你们现在只要有一个手机 我甚至有个铁粉跟我讲说 他做公车他就做一个围商 他在手机上下订单 然后他就可以赚钱了 他一个月可以赚好几万块 所以他说他时间寄了 他说郭姐你要志工我随时到 我顺便要谢谢一下我当年下高雄 我是单枪匹马 我完全没有任何资源 我谁都不认识 我是靠150位志工轮流 从台湾各地 有的甚至从台北 从花莲 从宜兰 从金门各地 自己住饭店 自己掏腰包 来陪我 陪我扫街 甚至当我做一个活动的时候 那个大立委他们是游览车 几十台大舞台包了 我不是 我完全是这些志工 占有自己过来的 我跟你是骑Ubike吧 对 我骑Ubike 然后我只能去找 早市 夜市 黄昏市场 还有什么运动公园啦 或者早上公园这种地方 但是even这样子 还是感动所有的人 那 我知道你那时候的票数 是两万票 两万四千七百 对 那黄前立委是八万多票 他只差了一万票输给刘世芳 刘世芳是十万 对 他差了一万多票 等于说你的票都把他瓜分来了 没错 那如果黄前立委把你的票加上去 应该就是他当选了 他如果当选 我想今天我就不会在这里了 继续被禅送中 对不对 应该不只禅送 我可能已经在监牢里面了 在监牢 在坐牢了 好好 因为所有的输送我一定输嘛 我不可能打赢嘛 好 那个帮观众问一下 当时在那个西门町在萧条的时候 就是这次疫情 当时传说这个 有人这个半价把那边的房产买下来 是你吗 我事实上我是早都买了 是因为他们先假扣押之后 后来呢 我又把它付买回 我只好因为中间假扣押 假扣押出来之后 我们事实上这件事 我现在还在输送 我在要求损害赔偿 然后结果他们就说 我那个买卖是假的 其实不是 我是付买回 OK 那包括我现在光复北路的 所有的店面都是这样 那所以这个案子 我们现在就是在 还在跟他诉讼 因为我觉得 我该要争取的 我还是争取 我绝对不会妥协 我觉得我至少 要让我这些战友们 看到光明跟希望 ago اغ盘 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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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